自行车作为绿色出行的一大代表,它的地位从未被撼动过,而面对造衣缕间不现的它,国外的牛人可是纷纷动起了手脚,各种折叠自行车,异性自行车,甚至是飘移自行车逐渐出现在大家视线中。 那么你有听说过半自行车吗?来自英国的一位20岁大学生,就突发奇想设计出一款造型奇葩的自行车。 在外观可以看到,它的形状只有普通自行车的一半,体型小巧,且重量只有8.5千克。 由于特殊的结构设计,这辆自行车只能站直起,以便于保持背部挺直,使胸部不再受其压迫,更有利于骑行者的呼吸。 起初发明者只是在后轮上加装了一个小车轮,可较差的平稳性始终不能达到要求,非常容易摔倒。 于是便又将后方的车轮增加到两个,从而实现了平稳骑行的目的,不过看起来怪怪的,为了提升美观程度,经过一系列的改造。 最终这辆级美观和性能,愿意提得半自行车诞生了。 在骑行过程中,踏动脚大板,使链条带动前轮转动,并能够实现向前行驶。 而由于是站立骑行,全身的肌肉就会被带动起来,早然达到健身短力的效果。 不仅如此,提醒小巧的它,可以在拥挤的街道中来回穿梭,不会因为堵车而寸步难行。 而最快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千米,但因为材料和设计的成本,它的售价高达5万元一辆,或许只能沦为图豪们的玩具吧。 那么你觉得这款自行车如何呢?